我根本投不完的钱 这山里面你花上几百万几千万 根本都不算钱 我们在二斤向国人区 我们平时是在新疆若羌做和田玉的 然后最近呢家里的若羌汇藻出的 也卖若羌汇藻 我们现在在二斤向国人区 然后呢咱们总是有一些土豪粉丝 私信我们就说是想拿一些钱来开矿 然后就问一下小白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其中呢有一位土豪粉丝 真特别土豪 说是拿一千万够不够 然后这一期视频呢 让小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很多小伙伴不是私信咱们就问 开一个矿得多少钱吗 好多土豪粉丝 私信咱们问开一个矿多少钱 你能不能说一下 现在开矿的话 有好多是银水保护地 有些是自然保护区 有好多地方是没办法办手续的 是没办法开采的 像一般开采的话 主要还是看它这个路程的远近 就比如说这山里面 你要进这个山里面 然后一直都没有路 这些路靠你自己修 然后你要计算这个修路的成本 还有搬这个矿的证件的这些成本 都要算进去 每个矿的成本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开个矿的话 最起码千以上 最起码千以上 一千块吗 开玩笑的是一千个W以上 什么样子的矿才是值得投资 因为这里面就有好矿差矿太多了 就是各种各样的矿都很多 但是它肯定有一些不值得投资的 有一些值得投资的 这边的这些矿啊 这边的矿它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鸡窝矿 线矿很少 它不是像大家想象的 你给大家说什么叫鸡窝矿 什么叫线矿 你看 就比如说你看 这地方 这地方它 这个 这个包括白石头 这个白石头这个地方 它一直它都属于矿线 矿线 然后 它有这个线就属于线矿 但是它线矿里面不是说 它这个线里面 它是断断续续的 它不是说 一直这么宽 一直都是这么宽 它可能说挖着挖着没有了 也有可能说挖着挖着很宽 一般情况下 大部分都是鸡窝矿 它虽然说有这个线 但是线上可能没有石头 它线上顺着这个线 走着走着就像鸡窝一样的 就像老母鸡下蛋一样 下了一窝袋 所以这地方就有一窝子 所以说 所以说就叫 鸡窝矿 可能你顺着线 挖不出什么东西 但是你突然到前面 一个窝子就出来了 可能挖很多 但是所以说这种就是 薄性很高 可能说你运气不好 可能说顺着线你一直挖 但是找不到窝子 一直挖不到 有可能说你刚挖了一米两米 你就碰到窝子了 它有些窝子可能说隔几米 也有可能隔几十米 也有可能隔几百米 那哪一种适合投资呢 这个 运气成分很高 然后并且它这个有个特别怪的现象 它这窝子和窝子的石头都不一样 它大概虽然说 比如说这个矿 它是出的糖清白 或者说是糖白 或者说是黄口 它可能说是同样的都是清白 但是有些清白 它一公斤可以卖好几千 有些清白 它一公斤只能卖十块二十 甚至几十块钱 甚至有些就当矿渣直接扔掉了 它品质也不一样 所以说它你不但要堵它这个 这个鸡窝在哪一片 你还要堵这个窝子里面 出的石头好不好 可能说这个窝子的石头很好 到下个窝子的石头 它可能就和这个石头是不一样 所以说 这个东西还是运气的成分很高 这个东西谁也看不透 这个东西就是无底洞 根本投不完的田 这山里面你花上几百万 几千万根本 有可能就是打个水漂 想都不带想的 都不算钱 但是同样的 它利润 它如果挖出来好的话 它利润也很可怪 运气好 挖出来的 也不说高也不说低 就比如说一千块钱一公斤 一吨 一吨的话 是多少钱 十万吗 一百万 对 一吨一百万 一个窝子出个十来吨料子 花多少钱 那这个就像咱们切料子一样 有时候真的是一刀穷一刀富一样 那如果现在有人拿个一千万 比如说上一次不是咱们有个土豪粉丝 说是愿意拿那么多钱出来 然后让你找矿吗 然后你给它什么建议 隔行如隔山 特别这是山里面的东西 钱 钱 扔进来连个水的声音都听不到 尽量还是 不要 不要来 搞育矿 挣钱的 真的是很挣钱 但是大部分人 搞育矿的 真的不挣钱 意思就是还是谨慎一点 最好不要投这一行是吧 对 因为不懂的话 尽量不要做这个 这个 真的 里面的道道也很多 因为里面也有很多人情世故 大家懂 我说的这个人情世故 是怎么就明白了 你能不能 像我们这种笨的人 不太听得懂 你能不能稍微的说明白一点 我知道你 不可能全部说明白 你稍微的说明白一点 人情世故 比如说咱俩关系不错 你想从我这过 我可以让你走一走 你有什么事情 我可以帮你办一办 但是相应的 你要给我一点补偿吗 我可以帮你了宽了吗 好